那比如说我怎么取得现在的 这叫精度 这叫纬度 那比如说我现在的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 模拟器里面的位置 现在是在那个 我们现在在的话 真理大学的位置 那如果说我要让它 转移到其他位置的话 我们就可以从这边 给它什么呢 给它精度 给它纬度 按一个SAN 它的位置就会变更 比如说呢 我找一个 找一个位置好了 比如说我现在找一个 坐标是 假设我现在 要移动到哪里呢 移动到我们的 这个我们的学校的位置 学校的位置是在 滨海路 在这里 在这里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呢 在这里 按右键这里有什么 那我可以取得 现在的这个位置的 这个纬度 所以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再到这个DDMS里面 DDMS里面呢 给它这个纬度部分 再切到这边 把精度的部分呢 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再切到 我Ecalyptus里面的DDMS 接下来按一个SAN SAN出去之后 你可以看到模拟器呢 以GPS有变更 对不对 你会发现呢 现在你会发现 哎 你们看到 这个时候呢 我把它放大给各位看一下 现在呢 它地图呢 也会跟着移动到哪里呢 移动到这个 台北海洋 技术学院的那个淡水校区 而且你们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上面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小说图 这个就是一个 小的overlay 一个图层的 一个小说图 那我要怎么样 打标记打上去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一题 其实里面的重点 主要就是第一个 如何取得 我现在的坐标 第二个呢 如何在上面打标记 主要用到的 就是这两个元件 那怎么实用的话 请各位呢 先把这一个 范例 上礼拜的范例 先打开一下 那我们等一下 再跟各位做说明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